大家好,欢迎回到主播健康生活节目 今天我们讲讲香蕉 香蕉是受大众很欢迎的食品 它屋美价廉,方便携带 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香蕉 但是作为营养师 我今天想讲一讲为什么绿香蕉比黄香蕉 尤其是这种上面已经很熟的香蕉要好 推荐大部分人都适合吃比较绿的香蕉 我是朱莉美国人生营养教练 我在美国洛杉矶呢 给大家带来海外最新的健康心情和营养知识 今天我们就来细细讲讲香蕉 它的好处,坏处 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香蕉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香蕉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猪猪健康生活节目 并且点赞和收藏这期视频 那么当你去超市的时候 我会发现很多人在超市上 比如挂上有特别绿色的香蕉和黄的香蕉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买黄的 他们认为这个是熟了 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 去买香蕉没有人去买一根香蕉 都会买一把香蕉 起码有五六个接用香蕉 但是呢,作为营养师来说 我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吃香蕉 要吃绿色香蕉 因为绿色里头含有一种东西叫抗性淀粉 那什么是抗性淀粉呢 抗性淀粉呢 是我们人体肠道无法吸收的一种膳食纤维 但是我们肠道里的菌群 特别爱吃这种抗性淀粉 那么它是我们人体健康肠道菌群的一个食品 那么这个食品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产生短链脂肪酸 短量脂肪酸呢又能控制和管理我们人体的代谢 所以总体来说 抗性淀粉对人体的健康非常的有利 当香蕉还没有熟的时候 尤其是它越硬越绿 它越没有熟 但这个时候香蕉里的抗性淀粉是比较高的 但是当香蕉已经变成这种很黄色 甚至说买了几天以后就翻上有黑点以后呢 香蕉里的这个抗性淀粉 被香蕉里头有一种叫多酚分解酶给氧化了 那么氧化以后的抗性淀粉就不是抗性淀粉了 它就变成了糖 香蕉熟了以后 它的葡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 葡萄糖对我们人体也不是不好 它可以为我们人体细胞提供能量 可是它已经不是抗性淀粉了 我们有一些人 它的肠胃里头呢 吃了这种糖分非常高的香蕉呢 我们管的叫high fat map食品 也就是叫可教物食品 也就是说食品里 肠道里的一些菌 尤其是一些不好的菌 会把它发酵 然后吃完以后呢 会产生一种气体 所以有些人 有些朋友吃完特别熟的香蕉 可能会 比如说辅障啊 放屁这种现象 那也就是说明你 这个香蕉不适合你 如果你吃香蕉有这个现象呢 你可以改吃绿色的香蕉 那么回到这个多酚氧化酶 也叫PPO 香蕉里的这种 带有特出的这种 多酚氧化酶呢 其实是可以阻碍我们人体 对多酚食品的吸收 当香蕉是绿色的时候 它含有多酚食品 那么慢慢的通过氧化 就接触空气中的氧气 也就是这香蕉割了几天以后啊 在屋里 那么它呢 这个酚氧呢 就会分解 这个香蕉里多酚 于是变成了一个很熟的 上面又黑一点的香蕉 科学家认为呢 这个香蕉不适合和蓝莓一起吃 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多酚氧化酶 因为蓝莓里头有很多的多酚 那多酚的确是对我们尝到非常好 但是呢和香蕉打在一起 比如说很多朋友做这个蓝莓香蕉奶昔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蓝莓里的这个多酚 我们基本上无法吸收 容易被香蕉里的这个PPO给氧化 所以不建议把香蕉和蓝莓一起吃 如何让绿香蕉里的这个抗性淀粉 能够长久维持 而是不是变成这种氧化的状态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当你买香蕉 尤其是很多朋友就跟我刚才说的 一买买一把香蕉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香蕉呢 一个办法呢就是你直接吃比较生的香蕉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它呢 冻起来 你可以把它的皮扔掉 冻起来放在冰箱里切成片 或者切成块 冻起来以后的香蕉呢 就会阻止这种氧化酶的反应 它可以保留这个香蕉里的抗性淀粉 那么如果你家里的香蕉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不建议你去吃这个香蕉 那么有一个办法 就可以把这个香蕉和比如说酸奶啊 或者是蜂蜜混在一起抹在脸上做面膜 毕竟香蕉里头有非常多的营养素 包括维生素C 铭 甲 所以呢 它对皮肤呢 作为面膜来说 还是可以使用的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把酸奶和熟的香蕉 掩碎 就是这样放手上和脸上 20分钟以后 效果还不错 我们说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香蕉 有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香蕉 一个呢就是你肠胃不是特别好的人 我建议你呢 可能不会不适合吃香蕉 香蕉到你体内可能变成这种可教化食品 有可能造成气体啊 甚至或者是造成拉西啊 这些现象 还有呢就是血糖膏的朋友 血糖膏的朋友 或者想减肥的朋友 香蕉里的糖分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不能保证你吃的是冻过的 或者是特别绿的香蕉 特别硬的香蕉的话 它的糖分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于减肥的朋友并不好 低碳饮食 生酮饮食的朋友呢 你要注意啊 可能香蕉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那么你可以通过测血糖和血同的办法 去测啊 吃香蕉以后 单独吃一个香蕉 不管是绿的还是黄的 我的血糖会不会飙升 或者我的血同会不会退掉 那么哪些人适合吃香蕉呢 运动员非常适合吃香蕉 运动员适合吃这个 已经被糖化的香蕉 因为运动员体力在运动的时候 大量的流失 流汗出汗 然后体力失去 可能血糖降低 所以吃香蕉呢 可以恢复体力 可以补充电解质 小朋友啊 还有一些老人 如果需要恢复体力 卡路里不够的情况下 可以吃香蕉 有一些人呢 不需要减肥 不需要控血糖的成年人呢 如果说你在餐后 吃香蕉作为甜点是可以的 所以鼓励大家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吃相对青色的香蕉 要好过于吃很黄的香蕉 如果很黄了 可以考虑把它做成面膜 所以大家去超市的时候 购买香蕉 一定要买青的 回家大概两天呢 它就会比较软了 三天或四天 就会出现这种斑点 这个时候就不是很适合吃了 所以朋友们 你去超市 一定要买绿色的香蕉 越绿越好 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点赞转发收藏这期视频 我是朱莉 美国认证营养教练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